26-27 Here are some rules 现在有一些规则 然后呢 for name 这个规则叫做什么呢 Code Trip to Dreamland 这个到哪里呢 到这个Dreamland 这个梦想世界 或是桃花园 梦想世界 或桃花园 这个游戏 然后 每个选手都要从Star开始 in each turn在每一回 first take one one of the four cards 首先拿到 先拿到 这个one of the four cards 四张牌里面其中之一 one of the 不定代名词 好 动词单数 单数 所以拿一张 其中的一张牌 to decide去决定 how many spaces to move 你要可以跳几格 那space是几格的意思 格子的意思 好了 然后呢 这个 月亮 是一格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冰晶 是两格 然后这个 太阳 是三格 那水珠 是四格 then follow the walk 那请你按照下面的规则 然后呢 next to the 键 这个手指的 指的箭头 if there is finger 如果它有一个指的箭头 at the place you arrive at 在你 到达的那个地方 好了 the first one who get to dreamland win again 第一个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梦想乐园或是桃花园的人就赢得了比赛 所以跟前名词有关系 代替前名词有关系在名词 第一个到达梦想乐园就赢得比赛 所以谁先跳到谁就赢 那我们来看这个的内容 好记得哦 它有四个哦 月亮代表一 那这个冰晶代表二 太阳代表三 水代表四哦 好了 那我们来分别来看 他谁会最先到达这个一赛的现场 好 那我看这个图哦 那我们这张图要用哦 那我们这张图要用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第一题 那分别来看哦 这个below are the cards which four kids have taken since they began the game who has won the game 谁赢得了比赛 所以下面是只有三张卡 有四张卡 那请问你谁赢得比赛 来我们看哦 第一个安娜 安娜她说了她第一张卡是什么呢 月亮 那月亮几步 月亮是一步 对不对 月亮走一步哦 然后太阳走几步 太阳走三步 然后呢 水走四步 水一三四 来我们走一三四哦 试试看 第一步到了什么 magic fruit 然后呢 请你跳直接跳到move to candy house 直接跳到candy house 所以到这里了 到candy house了 到这边来了 好了那再来哦 这个第二个呢 走三步 一二三 那叫你move back 要你回去走三步 一二三 哇 又回到了什么 candy house 然后呢 水有四步 然后呢 一二三四 差一步就到了dreamland 所以呢 A没有走到 B 这个 这个什么 冰晶呢 有两步 两步 一二到了 dark hill 然后呢 叫它go back to star 要回到star 哇 又退回到star去了 然后呢 再来 这个太阳 太阳有 太阳有几步 太阳有 三三步 所以一二三到candy house 然后再来呢 水有四步 一二三四 哇 差一个 它到了什么 到了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gate watcher 还是没有到dreamland 好了 所以b也错 c 先抽到月亮 那月亮是一步 走到这边 他说了move to candy house 就搬到candy house 然后呢 到了冰晶 冰晶两步 一二到light church 然后再来呢 这个太阳呢 是到三 太阳是三步 三步呢 一二三 bingo 所以c呢 走到了什么目的地 好了 那再来租看看 检查一下有没有人错 然后这个冰晶的三步 一二三到candy house 水四步 一二三四 那三四要休息 两两次 然后停下来休息两次 然后月亮 月亮是四几步 一步 所以呢 他停下来休息两步 所以谁先到 c跟猪都可以到 但谁先到 c先到 对不对 因为他要停两次 他要停下来 而且休息两个循环 两个循环 就别人都已经超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考题真的很贱 c跟猪都对 但是c大于什么 足 c大于什么 足 你看看起来是很生活的东西 但是他答案的陷阱呢 是非常非常的聪明 你要必须了解每一个字 包含图跟文字的叙述 两个都要兼顾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题目 然后第二十七题 我们来看 二十七题是什么呢 而且要说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again 我们可以从这个游戏 学到什么 a one can never begin his turn from lion king 没有人 就是one can never 就是one can never 就是没有人可以 begin his turn 开始他的这个一个循环 from lion king 从这个什么 四字开始 因为每个人都要从什么呢 都要从star开始 就是表示这文章有叙述的部分 所以第一题就可以答案了 b the car can be used to decide who goes first 那卡片可以决定谁先走 没有哦 now see one can never get to light church 没有人可以到达light church 有哦 刚刚我们在走的时候 有听到light church at first time 第一次 那再来 租 the car can be used to decide 他这个卡片可以用来决定 where to start again 什么来开始个比赛 没有 他就是这个倒是没有讲到